如何从buybit里面的钱 把钱转去我们的银行 这个视频就教会你 大家好 我是号车马来西亚最多米面的男的 把前面小频道的主要是想赚钱 加密货币还有助理这些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有感兴趣 点赞订阅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 注册bybit的话马上通过我视频下方的链接 注册bybit可以享有非常多的新人福利之外 还可以免费进来我的Telegram群组 然后这里也跟你们讲一下 因为很多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讲这句话 就是每次去曼尼圈子换钱的时候 都会讲这一句 我曼尼圈子很好赚哦 要做曼尼圈子不容易哦 需要拿很多个RSM 但是如果你在 你要在 做Money Changer的话就可以了 OK现在bybit有一个活动就是说 你做P2P的广告方 每周高达250 USDT等于拿哦 呃然后这里基于每周的订单数量 17040然后基于每周的交易量 OK所以成为bybit的P2P广告方哦 就好像在bybit里面做Money Changer的感觉这样子 OK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哦现在如果你做P2P哦 有认证是非常重要的哦这里哦 他有写哦怎样做 关于啊在bybitP2P的认证 OK可发布广告线有P2P的广告方过去30天内 以Maker的身份完成了超过30笔卖单 资金账户中至少有1000USDT 如果你以前是认证广告方的距离最后一次认证 身份至少过去以过去7天 OK所以你的申请获批准后bybit将冻结你的啊 资金账户中已出时的金额首次申请 获批准50第8天额外的450 非首次申请获 获得批准后500USDT OK所以你有意成为认证的广告方的话就点这里 所以这两个链接呢 我会放在这个视频下面的说明来 你们不用怕说找不到 OK所以要在bybit 做money请者的感觉的话 就快点成为bybit的P2P的广告方 OK然后我们讲回今天的重点就是如何从 bybit里面的钱 然后转去我们的银行 OK很多新手都不会有些已经是老手 没有拿过钱的 都不会怎么做 今天就教你们怎么做 OK今天我们先去我们的资产那一边 你log in进去了bybit OK手机跟电话都是差不多的 你按资产 然后你点进去 OK你会看到通常我们的钱会在现货账户吗 或者合约账户吗 OK我现在我有一个50USDT是在我的现货账户的 但是我们要放在P2P交易出去 把USDT交易过去 然后人家把钱过来我们的银行 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USDT转去资金账户 怎么转呢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滑转吗 点一下 OK现货账户滑转到资金账户 OK就好像如果你要玩合约的话 你就把你现货的USDT转去合约的账户 现在我们要拿去P2P交易我们的USDT出去 然后拿马来西亚现金去我们的银行 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现货账户转去我们的资金账户 OK我们按全部然后按确认 这是第一步 非常简单 我相信大家都会 这是第一步 所以我们去我们的资金账户那边 你就会看到一个50USDT的 是吗 OK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在这里快捷买币看到吗 然后顺便跟你们讲一下 在bybit的P2P交易的是零手续费的 非常的吸引人 OK这里快捷买币 你点一下P2P交易 OK你会看到你要在这里买USDT就在这里 要卖出就在这里 OK这里罢了OK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二步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要去这里P2P用户中心 OKP2P用户中心 OK然后你看到这里 所以你要设置人家付款的方式 OK我们点一下 通常通常都是用bank transfer或者maybank 通常都是用bank transfer或者maybank OK然后你要touch and go也是可以 有些广告方有支持touch and go的 OK如果你觉得你要touch and go的话也可以 所以bank transfer这里 OK然后你就设置 OK我们按bank transfer 你的名字 你的bank account number 然后你的bank的brands 然后你bank的名字写上去就可以了 OK所以我们现在P2P的用户中心已经做好了 过后我们就来选我们的USDT要卖给谁 我们50USDT差不多有一个200多马币 所以看这里有没有接受200多马币的 OK我现在看到有一个5马币就可以开始了 5马币有些要2500 2500就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我们就看5或以上的 OK所以我们看到有5或以上的就看到这个JC还有这个财神 OK我们通常啊 如果是我自己啦 我会选有这个认证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做 在bybit做类似money请着的这个东西 认证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链接等下在视频下面的说明来去 如果你有在P2P有卖人家USDT的话 这个非常重要 一定要去做认证 OK所以让人家卖给你USDT的时候 你也有那个 让顾客也有点信心 OK所以我们现在看 卖出的价钱是4.4706868这样子 你买入的价钱的话是 OK4.485 4.499 所以就好像Money请着的感觉咯 现在你卖它4.468 它可能就在这里卖出4.499 就是赚那个什么赚那个差价 OK 然后如果你要做广告方的话 就欢迎在这里 好申请 这里有有的申请的 OK 然后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这里有一个小耳朵看到吗 那个小耳朵你点进去 可以问他们的客服 OK 来所以我们的第一步 把USDT 从现货转去资金账户 然后第二步就是在P2P用户中心 可以设置我们的银行账户 OK 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按P2P USDT 卖出 然后人家就可以把 我们就给他USDT 他就把钱转去我们的银行户口 所以我们现在选 这个有公有认真的咯 OK 他的成交率是高达99%的 然后已经做了4000多单了 比其其他的7080百多 会让人觉得会比较有信心一些 所以我们就选他咯 然后他有Maybank有bank transfer 符合我们的要求 所以我们在这里点卖出 然后这里的备注记得观看一下 然后这里可用于合50USDT 然后我们卖掉全部 然后卖到会拿到223.911 然后我们选我们要的 他的转账的方式 然后我们直接按卖出 然后在这里你就可以 跟这个卖家 OK 聊天一下 可能就是因为你卖他嘛 所以他会会款给你的时候 然后他可能他会发一个证明给你 OK 如果他没有发的话 你就可以Login你的银行户口 你去看你的银行户口 有没有这个数目 OK 这里已经显示了买家已成功支付 请及时检查并尽快放币给买家 所以你可以去Login 去看你的Bank户口有没有 通常现在的Bank都会通知说 你有账进来都会通知的 OK 所以我已经确定我有收到了这个223 所以我们现在按立刻放行 所以这个记得观看 然后确定你已经收到了 按确认 然后再放你的密码那些 然后确认给他 OK 所以你已经成功了卖出了50米的USDT OK 所以是不是很简单 就三个步骤而已 第一个步骤还记得吗 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把我们的USDT 然后转去我们的资金 OK 资金户口那一边 然后第二就是把用户那边P2P用户那一边放我们银行的资料 然后第三就是我们去P2P找买家 OK 我们要卖出 所以我们要找买家来买我们的USDT 然后他会马币给我们 好了 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